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拜登在7号发表全国演讲时称 他会在当地时间9号公布由12人组成的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 报道称 拜登宣布疫情工作组的成员甚至早于其宣布政府成员 这凸显出他将抗击疫情放在首要位置 也使得拜登与现任总统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艾克西欧斯新闻网站报道称 拜登将为该工作组任命三名联席主席 他们是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前负责人维维克·穆尔西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大卫·凯斯勒 以及耶鲁大学医学副教授马赛拉·努涅斯·史密斯 此外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8号报道 拜登团队新成立的过渡网站上列出了7点抗疫计划 包括对所有美国人的常规可靠和免费的新冠病毒测试 一旦疫苗可投入使用便有效公平的分配治疗 与州长和市长合作实施全民佩戴口罩计划等 在竞选期间 拜登称特朗普应该对部分新冠死亡病例负责 原因是特朗普并未听从政府内科专家们的抗疫建议 拜登在7号的演讲中还表示 要改变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 金融时报报道称 最近几周来 美国大多数州都进入了第三波疫情 全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激增 当地时间7号 美国在过去一天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为12.8万例 连续四天新增病例超过10万例 几乎每个州的新冠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都呈上升趋势 巴黎马里布黑鸡餐馆 正宗非洲特色菜肴 精选上好食材 非洲名厨烹制 蜜制酱汁挡不住的诱惑 满足您挑剔的味蕾 多元化餐饮服务 为您营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环境 美味酬冰 佳肴流客 马里布黑鸡 巴黎最有名的黑鸡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